第二場演講的講者是林冠群林主任 他是我大學的學長 他是我大學比我大一屆 所以我比我上一屆的學長 是我們上一屆當中最優秀的學長 那他是陽明大學碩士 後來在高雄長根醫院 接受胸腔科的胸腔科醫師的訓練 他本身是睡眠專科跟重症專科的專科醫師 他曾經擔任過中國醫藥大學安南醫院的胸腔科主任 也做過鼠立家醫院的胸腔科主任 現在在嘉義清晨醫院做胸腔科主任跟醫護科主任 最主要是睡眠中心的主任 那我今天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睡眠的問題 其實是他給我很多的發想 原來我們這個睡眠打憨會讓病人有缺氧 缺氧跟癌症之間其實一直有很好的關聯性 可是我們從來不知道說 原來睡眠呼吸中止症引起的缺氧 也會跟癌症的發生、癌症的惡化有關聯性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這位專家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很新、很值得去探討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今天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林冠群主任 謝謝 各位來賓好,長官大家早 那我本身是來自嘉義,我們嘉義的慶生醫院 那大家一開始可能想說奇怪 這個睡眠呼吸中止怎麼會出現在今天的 topic 那就像我們剛剛理事長所提到的就是說 這段時間睡眠醫學的進步 開始發現說可能很多人在睡覺的過程 可能出現一些障礙 導致可能他後續身體的免疫功能 出現一些問題或者說一些內分泌啊 新陳代謝有一些變化 產生了後續的很多併發症 那當然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會接下來另外一些時間跟大家提到 這個癌症的發生呢 也會跟我們這個睡眠呼吸中止呢 有這個密切的相關這樣 那剛剛理事長有提到了 這個在癌後的保健照護當中 我們常常會面臨的就是一個 癌後疲憊症的這個狀況 那大家剛剛也提到 在這個癌後疲憊症 我們在診察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要盡量找出一些 可以去治療的一些問題 為什麼會造成你有這個癌後疲憊症的情況 那癌後疲憊症就像剛剛提到 就是整天都很累對不對 怎麼睡那個精神都沒有辦法復原 然後做什麼事都很累 然後上班也沒有精神體力也不好 那其實在我們胸腔科的領域 我們也發現 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臨床表現 跟這個癌後疲憊的樣子很像 也是整天都很累 怎麼睡都睡不飽 特別是這類的疾病 大部分都會發生在男性 所以太太就會說 你昨天晚上打呼得很嚴重 然後或者說是 最近越來越胖 先生要去應酬 然後每天大餐又不運動 然後就打呼越來越嚴重 然後整晚吵得太太睡不著覺 對不對 就像這樣子 他自己 有沒有睡得好 可能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就是 聲音超大聲 太太都快抓狂了 就說乾脆到隔壁去睡覺 那這個呼吸中止症的症狀 就有可能會產生跟癌疲憊 這種一樣的情況 那可是差別在於說 這種呼吸中止症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治療 可以很快地去改善 你這些體力或精神上的一些 這種表現 甚至會讓你之後的後遺症 一些併發症 可以大幅的減少 所以我們會在接下來的時間 盡量深入潛出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一開始最長的表現就是 你的另外一半都在打呼 整晚 甚至你會發現 打呼打到後來 竟然沒有呼吸了 有的太太很緊張 趕快去摸一下先生 或是踹一下這樣子 看他會不會回神過來 就是有這樣的表現 好 那定義上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簡單看一下就好 我們所謂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大概就是他的氣流大幅度的減少 簡單來講 你就是發現說他好像快沒氣了 快斷氣就對了 所以他有一個定義上 就是氣流很少 就是呼吸中止 那當然有一些還會 可能氣流減少的程度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會形成比較淺短的呼吸 就像我們平常會有深呼吸跟淺呼吸這樣 他的呼吸會變得比較淺 然後重點就是說 他們都會超過10秒鐘 而且合併一個血氧飽和度的下降 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癌症的病人裡面 這種血氧的含量 對於癌症的一些癒後 他有沒有可能有進展 這種血氧的這種變化 是很很關鍵的一個因素之一 所以我們在定義上 會主要會區分在呼吸中止 跟淺呼吸的一個定義 當然這些定義 我們通常都會透過一些 比較客觀的一些 這個臨床的檢查 去做那樣一個定義 所以在還沒有做這些檢查之前 我們就要回頭去想說 我有沒有可能是有呼吸中止症 會睡到一半不呼吸 那有什麼症狀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就像我剛剛提 最常見的就是打呼 所以長年的打呼 或者說最近體重越來越胖等等 有這類的情況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 日後會導致呼吸中止症 那其他的就是失眠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事實上 這類打呼的病人 甚至到呼吸中止症 他可能整晚就會睡睡醒醒 因為這類的pation 他可能呼吸中止之後 可能會伴隨著會醒過來 甚至半夜會有咳嗽 會嗆到 或者說他覺得會胸悶等等 所以他整晚的睡眠 是斷斷續續的 所以他就會覺得怎麼樣 睡得不是很好 不是很熟睡 所以他白天的一些這個 精神上 在工作上的表現就會變差 所以怎麼休息呢 而且重點是 他覺得怎麼睡都睡不好 怎麼睡都睡不飽 睡午覺也打呼這樣子 所以會有一些嗆到 胸悶 灼熱 或者是半夜醒來的時候 滿身大汗 那年紀再慢慢增長的話 有的人會甚至出現這種 記憶力減退 人格個性的改變 所以有一些 比較年紀大的老人家 如果一開始 家屬覺得說 他是不是老人痴呆症 怎麼最近好像都 什麼東西都記不起來 或者說脾氣開始變得很 很暴躁易怒 都不聽家裡的子女的話 等等 想說給他帶去精神科 看看他是不是頭腦退化 結果事實上 我們做一些檢查之後 發現這類的人 原來他是因為呼吸中止症 造成他整個個性上的改變 那當然 不是只有成人會呼吸中止症 有一些小朋友 像我們這個青少年 這種 國小六年級 國中的 有一些小朋友 如果出現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時候 他也會出現什麼 白天躁動不安 學習不好 老師上課都不聽 就像蟲一樣 在座位上跑來跑去 然後行為問題 學習障礙 常常被老師 或外面的家人 認為你是不是過動了 然後等等等等 那這類的小朋友 他就會表現出這樣的一個症狀 所以就要去仔細去觀察 小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也有沒有出現這些 呼吸中止的情況 好 所以 呼吸中止的激轉 主要的原因就是 出在我們的上呼吸道這個地方 好 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圖片 這是一個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都會躺著 所以 從我們鼻子吸入之後 這個空氣 會經過我們的 口菸腔 喉嚨這個部分 最後進入到我們的器官 那可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或許 有一些人是因為越來越胖 軟組織越來越多 或者說他有合併一些上呼吸道 一些慢性發炎 比如說 一些嚴重的鼻鬥炎 鼻中隔彎曲 有的甚至是扁桃線比較大 造成這個本來很通暢的 這個高速公路就塞車了 有沒有 這個通道就變小 就像修路一樣 三線道變一線道 就會出現什麼 有的就會出現打呼 然後更嚴重 整個關閉的時候 就是出車或高 全線不通的時候 整個氣流就會停止 就會不呼吸 就會出現 這些臨床上看到的這些症狀 所以 在結構上 激轉上 就是這個呼吸道的過程當中 有出現了一些不順暢 或甚至阻塞的一個情況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跟我們頸部這邊的一些軟組織 舌頭下顎 或者說我們淹部的這個肌肉鬆弛等等 造成的一個塌陷 那當然有一些就像我剛剛講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有一些爐顏部的異常 比如說 以前有吐唇 然後有開過刀 等等 造成它這個結構上的改變 或者說 先天上上呼吸道 有一些慢性發炎等等 都有可能造成這些表現 所以比如說 這個病人下巴比較短 比較小的下巴 或者說 我看扁桃線超大了有沒有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 有出現這些睡眠呼吸中止的時候 就是可能有一些結構上的異常 或者說乳顏部的問題 小下巴 下巴比較小等等 這類外觀上的表現 再加上臨床上的這些打呼 睡得不好 很疲倦 很像癌疲配症這樣子 這樣子 就有可能是一個呼吸中止 那比如說像外觀上 我們就會叫病人 阿一下 看一下喉嚨的結構 那像這類的 很容易打呼的 甚至呼吸中止的 你可能就很難看到 比較深部的喉嚨 你可能就只看到一些些的軟惡等等 這個就是 好 那為什麼要提這個呼吸中止症的重要性呢 就是因為 睡眠醫學在這十幾年一直發展之後 會發現事實上 在臨床上的很多疾病 事實上 源自於它可能早期 就有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能 沒有被及早的診斷出來 比如說 就像剛剛講的 最容易出現的就是這些 失眠 睡眠斷斷續續 但是最可怕的是 比如說接下來大家看到了 一些高血壓 心慾不整 心肌梗塞 腦中風 或者說一些糖尿病的問題 脂肪的異常 肝功能的異常 那就是因為 我們在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造成我們一些內分泌的改變 神經系統的改變 或者說一些免疫方面的改變 所以我們會看到的很多 後續就會 病人在吃一些血壓的藥 甚至要做心導管 放支架 吃很多的抗凝血劑 事實上 這類的病人 我們回過頭去 源頭去看的時候 有很多的病患 就是因為它當初 有這樣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但是它可能沒有去得到一個正確的診斷 導致它後來 就會產生這些併發症 那當然 更重要的就是癌症的一個發生 好 所以 我們可以回來看一下 有一個比較有名的臨床試驗 它是一個20年的追蹤研究 大概從1990年到2010年 它是蒐集澳洲西部小鎮 有一個小鎮 Bruxton的400位的患者 然後它就去調查 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些病人 他們在整體的死亡率 或者說他們在這段時間中 癌症的發生率怎麼樣 或者說如果有得到癌症之後 它後續這些癌後的存活率來看 或者說是跟正常人來比中風的比率 來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大家看一下這個綠色的線 這個綠色的線 就是歸類在屬於嚴重程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因為在我們的檢查裡面 我們睡眠呼吸中止 我們會分輕、中、重 三個不同的等級 三個等級 那這三個不同的等級裡面 我們會發現 在重度的這種睡眠呼吸中止症 很明顯的跟輕度的 輕度跟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有明顯的差別 在於它整個的死亡率來講 會變得非常的高 所以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就很容易在長時間的研究來講 死亡率會很高 那在這種癌症的這種發生之後的死亡率 得到癌症之後的死亡率來講的話 這個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也明顯的跟正常的人 或者說是跟比較輕微的呼吸中止症 來比起來 也有明顯的差別 所以看起來來講 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對於整個人的一個免疫方面的問題 有著實有很顯著的一個影響 所以甚至後續癌症的發生率 比如說你本來是健康的人 如果說你有很嚴重的呼吸中止症的話 再經過長時間的觀察來講的話 你癌症的發生率也跟一般的人比起來 有明顯的增加 所以就像我們剛提到 可能不是只有單純的高血壓 心率不整 心肌梗塞 腦中風等等 甚至它會更影響到我們的免疫系統 會造成你本來是健康的人 會容易得到癌症的機率更高 或者說是你本身已經有癌症了 但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共病之後 會造成你癌症的整個後續的癒後 死亡率會更高 那當然甚至連中風來講 看得出來在重度的病人 這種嚴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也會有明顯的差別 所以這個長時間 長時間那20年的觀察的研究 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比較中重度的 這種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會有比較高的危險性 會發生癌症跟腦中風 那當然如果本身已經得到癌症的病人來講 它會讓你癌症的死亡率更高 或者說是全死因的死亡率更高 所以這個在對於說 如果我們已經是一個癌友 平常已經在維持我們癌症的一個維持治療 就像剛剛理事長提到 癌後的疲憊症當中 你可能是在維持著治療 可能不管是標靶藥物 或者是一些抗體的治療 但是過程當中 如果你有合併這種 比較中重度的阻塞性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時候 你在後面的癒後 可能就會比較差 這是一個我們長期臨床觀察 得到一個結論這樣子